纽约时报独家披露的川普20多年的报税记录 无疑给这场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又添了一把火 川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就指责说 川普用双手从美国牢取好处 却把账单留给了我们其余的人 不过川普的支持者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商人 因为他是用合法的手段 规避了数百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 众所周知 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的税收政策是最大的分歧之一 也是关乎美国民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议题 根据美国的法律 每一个美国的纳税人都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 尽力地降低自己的可征税的收入 那么川普的做法也可能是合法的 但是会给他的白宫之路增添何种障碍 美国的税收体系将如何影响 美国贫富两种选民的选择 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 陪敏欣博士来分析 欢迎敏欣教授 你好 敏欣 你好 敏欣 刚才我们也提到 就是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川普的这个税表 在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 也并没有说他的这种做法一定是不合法的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做法也可能是合法的 你怎么看这件事 对 就是说我先那个解释一下 纽约时报它那个爆料的税表是不完全的 因为像川普这样的富人 他要填的那个税表肯定很长 因为每个税表的每一行里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一块副业 就是说把具体的交易 就是说怎么样的那个商业损失 他都要填上去 那一部分纽约时报没拿到 所以纽约时报不知道他报的那个9亿1600万美元的损失 是由于哪几个项目损失的 比如说他当初有他有一个航空公司 他有一些赌场 他还有一个就是大的酒店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具体细节还是不太知道 那么你刚才讲的那种问题呢 就是讲到美国的一个就是说 避税跟逃税的问题 逃税是非法的 什么叫逃税呢 你谎报自己的收入 你低报或是免报就不报 这是叫逃税 这是非法的 另外一个叫避税 就是说在合法的范围内 你根据政府允许的可以拿来抵税的 比如说商业损失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 比如说对那个就是慈善机构的捐助 这些都可以拿来抵税的 那叫避税 那么现在看来呢 川普做的是后者 就是说他做了避税的行为 就是他把自己商业的损失拿来抵税 那么这个数目由于很大 所以这是另外一码式 就是说避税和逃税这个区别 当然是刚才你的这个解释 就是我想我们的 我们都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就是说 川普这次被曝出来的这一个税表 那就是说他用的这个方法 显然就是说来避税 这种方法是显然是合法的 但是就是说他所避税 所拿出来这些项目 那么是不是合法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观念是不是在这 对不 这就是说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技术问题 就是他是否交税当中 多填了就是他的那个商业损失 另外一个是政治问题 我先讲前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到底那9亿1600万里面 是什么样的 怎么个算法 那种是技术算法 如果说联邦的那个税务局去查他 就是要跟他争 比如说他说我那个就是商业 我那个赌场今年亏了1000万 那么政府去跟他说 一项一项算一下来说 不行你只能算那个800万 那个呢就是说不能算是那个逃税 那只是算计算上的一个 就是说判断差误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人家说把川普那个税务情况爆料出来 并不是说那个技术问题 因为那个东西扯不清 最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政治问题呢有三点 第一点呢川普他一直是以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大恨自居 那么人家说你那么成功怎么一下子会一年亏差不多10亿美元 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根本就没本事的这么一个 就是说商人 那么这对他的形象有打击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 美国都是认为交税是公民义务 你这么富的人一分税不交 那就说明你没有尽到你的公民义务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竞选总统 这是你的第二个 那么第三呢 由于刚才你们那个报道里讲过 就是川普他一直拒绝把自己的税表公布于众 那么这次那个就是说 人家只是通过他20年前的税表当中的一部分 发现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疑问 那么对他公布税表的那个压力呢 政治压力呢 也是很大 就是说你是否最近几年那个税表里面 有见不着人的命 所以那次对他的那个打击是 就是说是那个 可以说最近一系列的那个 就是出的事情当中是可以 至少是前三位 那么杀伤力可以算是前三位 这就是说对于他这样的一个 一直被认为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 现在又是在竞选总统 那么就是说他爆出了这样 这么大巨额的这样的亏损 那么也许是合法的 但是人们像刚才你所说的一样 人们可能会拷问你的这种 商业管理的能力到底有多少 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 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世界银行 什么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最近有一个报告就是说 现在由于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造成了这样经济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缓慢 那么贫富差距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在美国现在有很多人 比如说这些收入非常低的人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 共和党的一些人一直在认为说 川普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是代表这些劳动人民的 那么在这个事件出来以后 你觉得会给他的这样的一个 白宫之路会出现什么样的障碍 我认为就是对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来讲 这次爆料并没有很大的打击 因为那些人他支持川普 并不是说川普做了什么那种坏事 川普什么条件上不够格 他们支持川普就是一种是种族主义者 另一种他就是对现实不满 川普是他们的出气筒 那么这两种人他不管川普怎么样 他都会支持川普 就川普自己也说 如果说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上 开枪杀了人 那些人也会支持我 就是这些坚定群众是他不会失去的 那么这些人大概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那么另外一些人呢 就是他们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是坚定的不要希拉里当 那么这些人呢 他也会就是说 就是川普做什么样的 就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都会支持 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左右 所以呢 就这出来呢 对川普的那个就是说 选情呢有影响 但是并不是就是说 是致命的杀伤力 那么最主要的呢 对他的影响就是说 还有大概百分之三到四 那些人呢是中间的摇摆 那么他们看到川普的这种 就是避税啊 避税现象再加上他前面说的那些 就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话 那么川普呢 就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 最近也就是说 大概那个选情 有移动大概有三个百分点左右 都是这中间摇摆部分呢 脱离川普走向希拉里 敏昕就说 在迄今为止啊 根据你的观察 川普对他这个 就是避税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披露 他对他这个批评的回应 做得怎么样 如果你是他的顾问 你会建议他怎么回应 第一呢 他很难正面回答 因为那个正面回答 就是要涉及到 要把税单公布 那对他来说 税单公布可能造成的政治损害会更大 所以他没有 那么第二呢 他没法抵赖 说这是造假 这不是我的 他只能是承认这是真的 但他只能现在讲呢 说美国的税务体制不公平 那么这对一般人来讲 没有什么大意思 那不公平你又去一个 去那个就是说从中于力 所以就是说趁机来那个 抓住就是不公平的那个税务体制 来为自己就是说创造好处 那么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他是不能就是说接受的 所以呢 在对待这个问题 川普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处理办法 一般的在美国 美国的许多民众都认为 现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现行的一个税收的政策 是对像川普这样的巨富 这样的人来说呢 是非常的有利的 那么出了川普的这样的一个 避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 你觉得会对人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看法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想就是说纽约时报那个爆料 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川普 它可能是过去18年 一分联邦所的税都没有交 因为这只是涉及到联邦所的税 纽约州税它还比较复杂力 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就是说这只能使 更多的人相信美国的税务体制 是公平的 是更倾向于富人的 而并不是促进所谓的社会公正 社会公平这个目标 你认为川普的对手 就是民主党的阵营 希拉里 克林顿 特别是会在这个 就是川普的这个避税 这个事情上 采取什么样的反击的 或者是这样正好抓住 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像有些人说的 正好是给希拉里 克林顿 提供了一发这个巨型的炮弹 那么民主党阵营 可能会利用再发炮弹 利用到最佳 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 我想呢 就是说民主党利用 这个就是所谓税务门事件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 就是说是这个所谓新闻周期 因为总统选在呢 他有一个三到五天的新闻周期 那么这三到五天里呢 对民主党最佳的情况 就是说大家都在团川普的那个税务 那么这样呢 就对他有那个杀伤性 因为现在剩下时间就不多 就四个半星期 如果说他每 他就是说每个星期 人家只是关注着川普的丑闻 而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希拉里身上 那么民主党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机会呢 就是在九号那个辩论当中 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对川普来讲 他一点都没招架 那么如果说在九号 川普的税务成了辩论的中心 那么川普输的可能又大了很多 你觉得假如柯林顿在继续地用这件事来对川普 来进行这样的反击或者叫攻击 那么川普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对柯林顿阵营来进行攻击 就是说要看那个川普他手里掌握有多少资料 根据媒体判断呢 川普接下来只能打一个险期 就是说比尔柯林顿就是希拉里的丈夫的以前的所谓性丑闻 把这个就是话题提出来 那么他可以来将反将希拉里一军 因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 希拉里被认为是过分的保护他的那个 就是说偏袒他的那个丈夫 而去对那些指控他丈夫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呢 进行所谓反攻击骚扰 所以这一些呢可能会就是说 使川普呢来那个就是说反击希拉里 但是人家认为呢川普本身也是生活很不检点 在外面就是乱告女人这种事情很多 因此呢他提出来不一定对他有好处 也就是说不可能像他所预期的那样 不一定能够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对 因为就是说收到那个就是说预期效果 而且还可能呢 所谓中国话叫猪八戒倒打一把 适得其反 叫做搬石头砸自己脚了 是 好的 好 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裴炳钦博士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